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懒人听书原创为您录制的有声小说《王牌进化》,作者 玄土 后期 孟成 本集播音 无天 糖醋炒栗子 第959集 卡米尔已经用事实证明了 对付方林的这似乎像是水淫泄地无处不在的灭绝之光滑 唯一的办法就是以攻对攻来中和掉他狂暴的能量 哈迪斯不得不承认 当您自己领悟出来的真灭绝之光滑 当真邪有着大破灭之势,呼啸而来 初一见到时,当真是无可抗拒 不过卡米尔的行为确让是哈迪斯知道 人的感觉也是有虞误的时候 无可抗拒并不代表着就无从抗拒 这就好比是天空的雷霆来临 古时候的人们只能是被动的IP 而现在的人却可以用避雷针来疏导雷电的腮害 虽然同灭绝之华光抗衡这件事情做起来是赤被公办 十分的吃力 但是也是目前唯一能够败中求胜 死中求活的办法 那就是用自己的技能去耗 拿自己的命去拼 在短短的错愕之后 以哈迪斯为中心 立即散发出了一个清晰的圆形扩张的领域 那个领域充满了邪恶的死气 似乎空气都被染成了翻腾卷涌的冥界气气 迅速地蔓延到了整个赛场 死灵之气息渲染 这个强悍的领域性技能 在上一战当中令方林吃亏不小 可以使敌人的生命力恢复速度 精神力恢复速度 体力值恢复速度同时减少 攻击力防御力移动速度攻击速度下降9% 并且方林所收到的负面效果 将加成给施展的哈迪斯 此时这个领域 当然延伸不到方林的身上去 不过在灭绝之华光的边缘 也出现了波纹一般的冲击状 哈迪斯的战斗方式 经常是穿越空间直接攻击敌人 而他现在因为灭绝之华光的阻隔 因此不能玩这一手 但是那把黑色的死亡巨型镰刀的威力 依然不能轻辱 巨大的黑色的镰刀一闪而落 风声激荡间一股黑色的高气滑斩而来 方林一边要应付哈密尔的拼命一击 这边又要对哈迪斯的逼迫 就显得有些放松了 而那个徐徐逼近空白的武 竟然也是为之一致 哈迪斯纵身狂想 他由上至下挥舞镰刀 再次指掌而出 哈迪斯手中的镰刀 莲饼 承达仗语 刀刃在血量里透露出了一股暗红色 似乎在千万人的鲜血里面浸泡过 这样一把可怕的镰刀在哈迪斯这个人的手里挥舞起来 竟然是轻弱无物 镰刀锁过之处竟然有撕裂空间的效果 刀痕当中都隐隐浮现出了深邃夜空 星光闪闪 但随即就消失 但是给人留下的震撼也是空前的 冥王之斩 简简单单 只是任何的凶灵 厉鬼 神魔 亡魂 只要在死之国度当中管辖的主灵 生灵 都要在这把巨帘下 是屈服 乌业 这一斩 竟是将镰刀的本体斩入进了空白的屋当中 没有任何的声音 但是抵达哈迪斯面前的空白的屋 开始落潮水一般的消退着 哈迪斯付出的代价 也十分的惨烈 这把神奇的本体再次开始迅速的消融 就像是冰落入进了水中 而哈迪斯的眼神里 正是充满了专注的狂热 他的双手上闪耀出了黑色的刺目光芒 就仿佛是炙热的闪电一掠而过 又仿佛是浩荡的日光 普照大地 只是那日光 却是漆黑而灼热的 顿时 以巨型死镰刀的刀柄为核心 爆发出了一圈死黑色的气劲 看起来与老胡的地雷阵的气劲颇为的相似 边缘却似潮汐卷起的波浪一般是奔腾冲击而来 并且气浪靠近了就很清晰的见到 仅是一头一头的恶鬼扭曲 争吟面孔的虚项纷纷扑入进哈迪斯的身体里面 而镰刀的表面再出现了无数的裂纹 然后发出了不堪重负的暗哑声以后 啪的一声 炸裂成了千万片碎片 连一片也没有落地 就化成了随风飘散的尘埃 合二为一 这就是哈迪斯舍弃掉神器的本体 吸收了神器气魂以后才能够出现的第三形态 此时方林打出来的空白的五 且笼罩的范围已经全面被压缩了 而哈迪斯的双眼变成了赤红色 大声的咆哮着 身体上的肌肉呈现出了清晰的块铸 横胀而出 口部变尖 耳朵变长 然后背部刷的一声 刺出了两身黑色的翅膀 九死巨情的蝙蝠大意 冥王恶魔变 紧接着他悬浮在了半空当中 身体微微前倾 肌肉线条轮廓分外清晰 一对恶魔似的巨尺 腾然间张开 微微颤动 给人的感觉就像是赛跑运动员 准备要积蓄力量发力奔跑一般 而这就是哈迪斯开始蓄力施展的终极技能 名神顺御杀的仙兆 在上一战里面 方民用巴神安的鬼步 躲避过了名神顺御杀的致命一起 而哈迪斯这一次要用自己的身体和生命 来冲击击方民的杀招 灭绝之华光 下定了不成功 责成人的必杀之心 必败 一定会败 若是哈迪斯这一击名神顺御杀施展出来 我在他们两个人的加工下 必败 方民此时的思维 却依然清晰无比 但是哈迪斯 你难道没有发觉吗 我的布局早就在决斗以前就开始了吗 胜负 其实在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 辅助性的神器若是用得好 违逼就比攻击型的神器差 此时卡米尔的脸则已经变得杀白了 他那柄小小银刀的本体已经几乎燃烧殆尽 只一下那锋刃尖端那一线逼人的锋芒 依然倔强 若彗星一般的逼次向了方林 但是这样的行为却是独牢的 因为那点锋芒前进的速度 几乎可以用厘米分钟来计算 直接一点来说 卡米尔生存的希望就在哈迪斯的身上 下定了决心破釜沉舟的哈迪斯的身上 是生死一线一线生死 就在这个时候 方林的愚者之童当中却发出了温和的光芒 那光芒并不锐利 也不强盛 温和亦如家庭的气氛 仅仅是想谈谈 诉说些什么 而天空当中的八指镜 再次若是月灵中天将那温和的光芒呼应似的映照在空间当中 以一种妻子给即将出门的丈夫披上大衣的随意与温和 在八指镜水银一般荡漾的镜面里面 倒映出了哈迪斯的影子 哈迪斯忽然间发觉 周围的景物若是水波荡漾 切换到了可以失误的时候 竟然发觉 有一把飞速旋转的锯枪 从天外飞来 已经是尽在咫尺 哈迪斯的心中古井不波 这时候他却是更加看低了方明几分 就这样的幻想也能吓到自己 但是 哈迪斯意想不到的是 就在锯枪即将刺中胸口的时候 忽然间有一个温软的身体 捕到了自己的身前 那把锯枪就从他的身体里面 甚至扎入了进去 温热的鲜血喷洒在了他的脸上 而哈迪斯不知道为什么 心中却是充满了那种剧烈的刺痛的感觉 他涌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冲动 想要看清楚这个女人的脸 但是 他就是看不到 接下来 眼前再次的荡漾 景物再次切换 四下里却是一片漆黑 在潮湿的水袋里 哈迪斯紧紧的拥抱着一个温热的身躯 接下来是炙热的吻 颤抖的身影 还有迪斯的缠绵 哈迪斯只觉得 怀中这个温热的身体 如此的熟悉 却又是那么的陌生 久远 他想要疯狂的寻找灯光 看清楚那张似乎 撞刻在灵魂当中的脸 可是怎么着 他也找不着灯啊 不要忘了我 那声音若是从酒油当中传来的 若一声无奈地哭泣 然后 急不可闻 最后就淡淡地泯灭掉 哈迪斯听到那个声音 已经是忍耐不住尸态的泪流满面 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伤心 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伤心 他在心中反复地告诫这个幻术是假象 但是身体和思绪都若扑火的飞蛾那样 沉溺其中难以自拔 哈迪斯在泪流满面当中忍不住养天狂吼 你会为了你的该死的幻术付出代价呢 却听到方明的声音又叹了一口气 淡淡地说道 你难道还不明白吗 这不是幻术 幻术怎么可能打动一个人 这是你丢失的记忆 是你试图进入到四难度以后 被空间抹去的记忆 哈迪斯的心中一片的混乱 这是幻觉 这是幻觉 这是他妈的幻觉 他仿佛入魔似的反复地念叨着 但身体乃至整个心灵都渴望着 要认清那个声音的容颜 哪怕是白死万死也无憾 此生之必杖 方明的声音悠悠的 似是从天外传来 哈迪斯大人精彩绝艳 既有名神顺语杀 这等无坚不摧的进攻招数 有有死生之必杖这样的 绝对防御能力 说实话 我是绝技没有您这样的能力的 但是不知道 哈迪斯大人在创出 死生之必杖这招的时候 心中是在想着什么 当您当时听到这个防御记的名字的时候 就立即无忧地感觉到了一股刻骨铭心的无奈 由生到死很容易 但是由死到生却只能存在于传说之中 任你王侯将相 凡夫走足才子家人 霸主凡俗 到头来都难逃一个死字 无论生前的风宫伟绩 雄霸天下 不管你身份显赫或者低位 都没可能逆转死之必然规律 而哈迪斯被他这么一说 心中的想法竟然是不由自主地 随着方妮的说法就转动了起来 在这瞬间 哈迪斯猛然间似是被雷霆击中似的 脑海当中出现了一双寒泪 而决然的眼睛 长河中落日下 一个十分熟悉的身影 在那横扫的巨大锤子下 爆碎成了血雾 昂尼露 哈迪斯的口唇捏鱼着 他浑身上下都在颤抖 接着 是那个窈窕的身影 冉冉冉升起 在落日下迎向金鱼精的 庞大重伤的身躯 他在离开之时 是那样的决然 却是回头奄然一笑 飘落下来了一句话 不要 忘记我 而哈迪斯此时只能看着 看着 默默地看着 这个似乎是魂牵梦绕一般 性命相连 却看不清脸柔的女人 升上了天空 将血肉灵魂都化成了 将日落的辉煌都掩盖下去的 大招 用自己的死 还换回了她的伤 不要啊 哈迪斯终于似是一头受伤的狼那样 凄厉而绝望地嚎叫了起来 我怎么会忘了你 怎么能忘了你 这一瞬间 哈迪斯泪流满面 但是 芳妮的声音却还阴柔地飘飞了出来 若是粘稠的蜘蛛网那样纠缠不清 你没有忘记她 那她叫什么 她长得什么样 阿迪斯的唇角剧烈地捏鱼着 她额头上的青色的血管膨胀得十分的可怕 似乎像小蛇一般的盘曲了起来 给人已几乎会立即爆炸起来的感觉 她本来就因为脑部垂体的病态生长 才获得了超乎常人的精神力 此时在绝望和狂乱当中 竭力地搜索自己的记忆 当真是一种接近于自伤的行为 她渐渐地回忆了起来 但回忆到的都是一些记忆的碎片 一如圆明园和阿房公这等瑰丽 圆林遗址上的那些残缘断壁 只能在沧桑经历之后 依稀辨认出往日的荣光 但要将那富丽堂皇完全地还原出来 却是完全不可能 金鱼经死后阿威难度 我要复活它 我一定要复活它 第二位世界的光门就在我的眼前 哈迪斯喃喃自语着 就像是在说着无意识的梦话 但是对吐露出来的每一个字 仿佛都要珍惜的 独一生一世死的 方宁的双眼里面 闪耀着锐利无比的光芒 没有人比他的心情更加的急迫了 因为哈迪斯的昨日 就是他和他的伙伴的今天 方宁绝对不想像现在的哈迪斯这样 变成一个被抹去记忆的傀儡 所以他的心中比谁都要焦急 不过 脸上却丝毫都没有表露出来 一片空白 怎么会是这样 怎么会是一片空白呢 哈德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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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事啊 啊 为什么他会死呢 哈迪斯喃喃自语 忽然间他尖锐无比的叫了起来 既带着一种疯狂的失望 更是多了几分难以形容的狂躁 就像是被困在笼中根本无路可去的福寿 但是 哈迪斯的表情却忽然间变得困惑了起来 那是什么 那是光 还是灿烂的花彩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听到了这里 方妮的瞳孔忽然间缩紧了 那么的尖锐 那么的逼人 就像是真一般要刺破空气 刺破现实 甚至刺破未来 那是哈迪斯的脸龙 却慢慢地恢复了平静 而且充满了迷茫 显然 他是在步入到四世界之后 先是看到了一片空白 然后就出现了一个人 而这个人 就是哈迪斯口中的你 之后发生的事情 就完全成为了谜团了 以之后事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感谢观看